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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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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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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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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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选手 我让他看一下年龄啊 其实也不算小 所以他的98年出现了 他的上线也快到了 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 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 小心 哎呦 我们线上也有朱帅的粉丝团 专闹朱帅加油助威 对 还有登牌了 朱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形成性 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 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 是真对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 金英就是说 就是变速 对 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 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 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是 朱帅这个风格 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 他职业寿命会更长 还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 是 这个 大家如果还记得 这个上一个十年 像邓泽琪的那个风格 是我之前特别喜欢 有锐度很高的打法 但邓泽琪就容易受伤啊 他那时候膝盖受伤 休息了很久 然后打斧中了 又中了 又一下 这个动节奏 朱帅真是有一团 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朱帅是 三四下里边 有一下实的 虚实结合 这个是很难做的 大部分 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 做不到 对 就是每一下进攻 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 就跟那个挣钱一样 就先挣得少 对 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所以很多时候的这个比赛 就进入到一个 相对比较难判的 这样一个状态 没有特别明显的 那一次击倒 裁判没读名 那就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十比八 这个也就会在客场对朱帅有点影响 如果在客场对方要主场 12的话 打的差距不大的情况下 交给裁判了 好 一起来 谁在 最终的比赛结果 朱帅的亲友团在哪里 这么多 给他们个镜头 刚才整场为朱帅加油了 好 来 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 三位裁判 一致判定 30比27 红 方式 如何朱帅 刘瑟队赛巴斯迭安 2024年1月27日 武林峰第十二届全球功夫盛免 东方巨龙刘瑟VS德古拉之子赛巴斯迪安 刘瑟出神入化的卡夫梯一再震惊世界 本次比赛 刘瑟再度使用卡夫梯令德古拉之子跌倒内台 这也是刘瑟2023至2024赛季的连续第八场KO 刘瑟为中国大级别选手 处一片片 刘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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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斯迪安的比赛就是一场重量级的较量化 而且比赛是SK的规则 要求双手孤吸 孤颈吸机可以吸五秒 如果选手被扔出围绳的话 是不允许任何人帮忙的 是 比如说选手规则上 他的这个对抗性就会更激烈了 是 没错 而且更适合泰系的选手 没错 刚才上来 大家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卡夫 上来就一个高扫 对 接着卡夫卡了 在打K1GP的那场比赛里边 是战胜了罗马尼亚的冠军马伦丁 巴西的冠军马查多 以及意大利的SK欧洲冠军克道调 1v3拿到了K1WGP的冠军 当然这是新时代的K1 是 刘策以这么大的这个体重和身高 这跳膝真的是好有观赏性 而且刘策在上一场K1GP之后 被称为卡夫之王 卡夫踢是他最擅长的技术 对方小腿已经横起来了 而且这体重啊 真的是 好有鸡腿不容易了 好有压迫的 顶熙 同脸上了 赛巴斯迪安 那么 本次上一场输给刘策的三名选手中的两位都作为赛巴斯迪安的陪练 这次进入到了他的训练营 看看 这事做了精心的准备了 赛巴斯迪安赛前发表的发言非常的有表达力 还说刘策就是二流 我会证明给他看 在我们的这个真正的比赛里面 他就是二流 目前这位二流选手已经把对手的小腿踢红 而且丁锡又来了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赛前的这个宣言一是给自己打气 二是制造一些话题 真正的还得看赛场上见真章 刚才那个转身后白头 好了 好了卡夫提 又是卡夫提 又见卡夫提 理论上应该不会再能比赛 不能比赛 还要打吗 还要打 再砍一腿 那就是几腿的事 留做肯定还会砍 赛巴斯迪安在横向移动正跟的通膝 再独一次秒 卡夫提应该是不会短时间可以恢复的 没错 其实打得了 我觉得 又要来了 又要来了 他还没有刀 没有选择继续扫 卡夫又来了 95攻击呀 又爬 结束 结束 同一回合三次独秒 东方纪龙刘彻 再次拿下 可以在此刻我们非常兴奋的和各位一起见证 没错 同方巨龙刘策 在唐山 在武林方的全球功夫盛典 正式的起飞 2024年正好也是龙年啊 正好是在唐山的擂台上一条巨龙起飞 恭喜刘策 再次以退屋的方式战胜对手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刘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是 他下一步的未来是什么样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 2分48秒 洪峰 TKO对手 比赛结果 洪峰 上 我们终于两次 欧阳峰对齐利亚 2024年1月27日 武林峰第十二届全球功夫胜利 上山湖 遇到下山湖 崛起的世界前是 E.S.曾经的世界第一 节目 洪峰玩爆齐利亚 高扫 戏击 卡夫T 洪峰将齐利亚TKO在内排之上 从中国70公斤及一哥 到世界排名前时 洪峰一路进击 小西 逐踪独断世界 完整到 完整到 这场比赛呢 将会是中国选手欧阳峰 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 戴维特齐利亚的一场比赛 比赛一开始 对手先被压了一点 体重 体重的问题 两公斤 这个胡子杀手 齐利亚刚刚从自己 这个受伤的手臂 恢复中 回来 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 打过很多次了 15到18年就战胜过 郑昭玉峰行李 然后战胜过 祖耶夫 莫瑟夫 那么 16年是输给了 泰式的选手 江通菜 17年是输给了苏伯邦 23年是被打满菜 踢伤了手臂 他就是面对控制流 打得并不好 说实话 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选手 对 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不主流 不知道怎么接了 的确是很少 刘伯基还是挺吃年龄 你得划分区域 在运动领域 好 在运动领域 这个感谢小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在工作当中 我们还是中流砥柱 对 我们经常看到80后中流砥柱 王腾肖老师跟我们带来的解释 好 这个我兄弟88年的齐利亚 现在在场上 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峰 齐利亚的这个风格呢 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 他的重击能力很强 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 这场比赛 还好欧阳峰是个正家 如果要是个反家呀 那齐利亚那个手又该难受 欧阳峰呢 是最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 这个和河岛大海 战胜河岛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世界排名 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 世界排名的前十的这个中国选手 就是啊 欧阳峰的这个身体素质啊 在这个级别当中啊 真的是还是让人羡慕的 没错 而且呢 在这场比赛当中 其实我觉得 比赛的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 我觉得其实 这是一个面 一个上 一个一个 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 在山峰当中相遇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对 欧阳峰 也是武林峰270公斤的冠军嘛 然后 这场比赛 而且他是应该是K1 第三位中国级的冠军 什么是魏锐和刚刚 取胜的 刘策 是 这场比赛呢 阿富国今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 包括全国全球几秒 四代季军的成功 还有孟高峰 李长帮 都是帮着他进行的备战 看齐利亚的 应该是肋骨啊 已经被扫兮了 有明显的肋骨伤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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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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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更远 做得更多 一个新的目标在欧阳峰的眼前 成为世界前十 显然不是欧阳峰的最终目的 那么能成为世界第几 将是欧阳峰在2024年 给我们带来的答案 我们也期待着 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精彩 也祝贺欧阳峰 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胜利 压洲大战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我们要感谢两位新郎王者 为我们所有的全民朋友们 送上了这份精彩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5秒 红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红方上 祝贺小西多欧阳峰 祝贺欧阳峰